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在这张省温州市郊区的一个路口啊 有一个农贸市场 每天呢 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 8月26号上午8点 就在车水马龙之中 这个路口忽然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 一位年轻人呢 被卡在车轮下面出不来 接着天上又开始下雨 使得营救工作难上加难 这点该怎么办呢 8月26号上午8点多 温州市欧海区的高翔路上 像往常一样车来车往 在路口处的农贸市场里 卖菜的大姐忙得不可开交 在车水马龙之中 一对年轻的夫妇正骑着摩托车 从这条路上经过 他们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甘燕发和江显成的夫妇 他俩都是湖北麻城市王级村人 去年才到温州来打工 今天可是女儿一岁的生日 中午家里要来很多客 所以他们就骑着摩托车 去农贸市场里买菜 很快 甘燕发骑着摩托车来到了高翔路 不时不觉 他们骑到一辆大货车的跑步 谁也没有料不到的危险 正一步步的向他们靠近 下雨我跑过来买菜 看见一个女孩子 他人家跳起来 他就出车户了 一见出事了 在农贸市场周围的人都围了躲 有些人在打110 有些人在打119 反正他人都慌了一样 接到报警电话后 欧海区公安消防大队 牛山中队的消防官兵们 立刻出解救 就在大家准备出发的时候 班长周建平 接到了一个电话 从他的表情上来看 像是有什么急事 到底是谁打的电话 电话那一端的人 又说了些什么呢 我媳妇当时已经怀孕八个多月来 他就说自己肚子一阵疼痛 我心里非常着急 尽管妻子一个人在家 但是因为要去救助商人 周建平还是和队友们一起出警 当我们的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 现场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 那么他们的伤势到底如何 我这是的驾驶员 他趴在那个大货车的底下 躺在地上流着血 基本上已经血漏模糊了 我们在那个情侣下面 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发现那个女的 她那个左腿啊 左这个腿的膝盖这个部位 两个骨头们错开了 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据目击者说 当时他俩骑着摩托车 正在超越旁边的大货车 不知道什么原因 摩托车就被选进货车车下 车上的江显成被甩到了三米以外 而他的丈夫干验发 却仍在大货车下面挣扎着 梁上面又都是血白了 一地上都是血 真的蛮可怜的 这时围观的群众主动担当起照顾江显成的工作 最后消防队员们又马上对干验发开展了研究 那么到底干验发被卡住什么位置了 原来干验发的腿被跌在了摩托车的排气管 与后轮胎的中间 而摩托车又被货车的大轮胎给压住了 此时的干验发生死不明 梁生啊 当了那个都市贤啊 我也看不清楚了 突然间 我们听到了来自货车下的呼救声 这回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干验发还活着 他拼命的呼救啊 希望我们尽快把它救出来 正当大家为救不出干验发而着急万分时 天空因为下起了雨 当时雨下得非常非常大 这雨水不光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困难 还会给受到重创的夫妇带来怎样的危险 这是污水进入的汤口 会引起这个汤口会干扰 严重的话引起败血之类的 在严重就威胁生命 突然一把雨伞撑到了江贤城的身边 不到两分钟 一把把五颜六色的伞围在了江贤城的头顶 形成了一道道美丽的彩虹 在大家的照顾下 江贤城的情绪是暂时稳定的 此时刚研发已经被困在车下15分钟 再不救出来 他将面临失血过多的危险 围观的群众是看在眼里挤在心里 当时我也很紧张 这时雨越下来大 江贤城还在等救护车的到来 交通意外让孤伐二人生命出现 一场大雨让现场救援难上压难 到底他们能否被成功救出 请继续收看支撑生命 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 到底有什么方法才能把干燕发给救出来 第一个想法就是利用千斤顶 把整个车子给抬高 于是消防队员们赶紧把千斤顶找出来 可是撬到一半的时候 消防队员们就停了下来 在这个火烧没冒的时候 他们怎么能停下来呢 我们所用的这个千斤顶是其中12吨以下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型号的 此时周围的群众越来越多 买菜的大姐跑了过来 路边的行人也停了下来 干燕发的安慰牵动着大家的心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能做的事就是 他就盯着他看 因为失血过多 加上一下起了雨 躺在地上的江显成 开始全身发倒 我看他发冷 真的很冷很冷 突然间 一场毯子 盖上了江显成的身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叫了几个朋友 群众把大概路边的一些人 四个人一起把大那个雨缝起来 我当时就感觉到 不仅因为我们这几名战友 在参与抢救 老百姓在背后鼓励着我们 支持着我们 此时的江显成 已经有些神情恍惚了 但他口中却一遍遍地 念着丈夫的名 相显成非常担心 还被卡在货车下面的丈夫 干验发 那么到底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把干验发给救出来呢 消防队员们展开了第二次 利用吊车实施救援发 把大卡车给吊起来 可是吊车到现场 又需要多长时间呢 至少要半个小时 此时被困在车轮下的干验发 因为失血过多 已经瘫倒在地上 他还能坚持半个小时吗 看他脸色发白 好像有点就是说支持不住 想想办法把他学止住 但是我们又不敢去动他 现有的千斤顶顶不及货车 等吊车又来不及 难道就没有别的好办法 用切割机 排气管 要进行切割 正当消防队员们竭尽全力 想要用切割机 将卡住干验发的摩托车 进行切割时 指导员挣国钱 却在这个时候 喊停了 好好的 为什么要停下来 难道他不想快点救出 被困已久的伤者 这个切割的面 所建筑的火星 正好会见到 这个伤者的受伤的部位 谁也没有想到 这次救援工作 会这么困 雨水是冰冷的 但是现场撑起的 无数把伞 抵挡住了冰冷的雨水 让受伤的干验发 能够减量的减轻伤透 面对前面几次 救援方案的失败 此时大家并没有回心 依然在积极的出谋划策 到底用什么办法 才能把干验发 安全顺利的解救出来呢 此时干验发被困在车轮下 已经二十多分钟了 如果再拖下去 他的腿还能保住 自己长时间的 腰带里面挤压 会引起大量的组织坏死 脚啊 可能会没用人 可能会截至这里 看来被困的干验发 已经不能再拖了 必须马上救出 就在这时 班长周建平的电话 再度响了起来 难道 是家中怀孕的妻子 又发生了什么状况呢 他说自己肚子一直还在痛 但是家里没有人 他就是说 希望我能尽快地回家去 什么事情 我等一下再打电话回来 我们也不可能说 丢下这个伤员 不过回去看他 尽管家中妻子的情况 也很紧急 可周建平 依然和现场所有的人 一体救出干验发 当时呢 我马上想到了第四个方案 利用我们的液压炮杂器材 我们先把那个排气管 又用破砂解 把它剪断 摩托车撑脚 把它给撑开 这样他两边的脚就已经获得了 没有卡住了 现在大家正准备 把干验发 从货车的车轮底下 给抬出来 装到车子下面 装手拖 或者是他的身体 走入顶的地 慢慢把它 车子向挪出来 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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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 由于一辆车只能容纳一个商人 伤势教室的江显成就一直坚持 让他的丈夫先上车 随后医生在现场 也立即对江显成的伤口进行了紧急处理 三分钟后 第二辆新湖车也来到了现场 江显成也终于被送往医院 这会儿周建平急忙回到队里 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我弟弟先回家 把我老婆送到医院去 然后医生告诉我 母子平安 应该说没什么答应 后来我就放心了 在大家的期间努力下 干眼发夫妇俩终于成功获救了 这终于让现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从当时的情况看 干眼发确实是伤得不轻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 现在这夫妇二人脱离危险了吗 一场交通事故让夫妇二人生命垂危 众人携手撑起了他们的生命 车祸之时 夫妇二人是如何被卷入货车车底 车祸之后 他们的伤势究竟怎样 请继续收看 支撑生命 事发半个月以后 我们来到了干眼发和江显成夫妻俩所住的医院 在病房里 我们见到了江显成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呢 我这个腿比较严重 转到两肢瘦了 那出院以后 他的腿还能像正常人一样吗 他没有像我那样保证 他就是说先把这个腿保住 现在我们这个班长你认不认识 还认识吗 还认识认识吗 记得他叫我 想一下我女儿一定要坚强 行呢 我一直都想着他 都想着那个人老是鼓励我 就是不知道是谁今天看到了 那个时候都密密服服的 谢谢你啊 真的是 回忆起车祸当天的情景 签显成说 最难忘的就是大家对他的关心 哎呦我不想哭 不知道怎么眼泪自己流出来呢 不好意思 在另外一个病房 我们见到了当时开摩托车的干眼发 当时他被卡的那条腿 现在怎么样了 基本上没什么大 就是把这个左腿嘛 就是直下皮 两人虽然伤势仍然很严重 但好在是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说到当天的车祸 干眼发夫妇也说不清楚 那天为什么会被选到大货车下面 为了弄清楚事故的原因 我们再次回到了事故现场 这个就是耐天的事发现场 那辆车是从哪个方向开往哪个方向 摩托车跟那个货车都是从这个方向往这边走 往这边开的 对对对 我们过来的时候 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个男的就趴在这个地下 车子正好就是压在这个下面 然后当一个女的呢 她是最后面是被我们踩到了这个边上 六红桥这里有我们温州的那个货运市场在这边 那这样的货车每天都这么多吗 对这里每天都这么多的 据温州首海区消防大队陈志刚教导员说 在温州地区 类似的消除事故时有发生 这个车祸的相续救援 我们06年是达到48次 07年到现在已经是37次 这就是那辆把干眼发夫妇的摩托车 选到车轮下的大货车 出事的摩托车和货车 都是由相同的方向并排行驶的 怎么突然之间 摩托车会被卷入货车下面呢 我们先来听听交警这一方是怎么分析的 是个十字路口 有车里经过比较多 因为它从边上超上去 停到了它的正前方 那大货车呢比较高 它没看见这个摩托车 才至于被它压进去了 这也是它一种曲线行驶的一种后果 那么到底质量货车有多高 以至于坐在驾驶室的司机 看不到下面的摩托车呢 我们可以从司机视线的位置 刘队长 你从我这个位置来看 现在能看见我了吗 看不见啊 那我再往前走一步 你看看 你看能不能看得见啊 还是不许 你再往前走一步 我再往前走一步啊 现在看见了啊 这样能看到你的半生啊 再往前走一步 这样能看见了 刚才走了三小步 大概有两米左右 坐在驾驶室里往外看 这辆大货车有将近两米的盲区 当时 刚研发的摩托车 就是在这个两米的盲区之内 所以货车司机才会看不见下面的摩托车 但是刘队长又说了 在这起事故中 摩托车一方 也应该付很大一步 你看这个现场的情况啊 这个大货车 它已经有一只右边的轮子 已经走到那个路外了 这个摩托车还从它的右侧 再超上去 等于摩托车已经完全开到路的外边去了 它这个位置就不应该超成 凭着自己呢 个儿小 那就是可以说是见缝擦针外 这是直接造成事故的最根本的原因 虽然这个情况很紧急 但由于参与救援的人多 而且又抢救及时 干引发部部才能够平安妥解 所以在这里 交管部门也提醒大家 一定要加强交通安全意识 每当回忆起车祸现场的情景啊 干引发都非常的激动 他说如果没有大家的鼓励和帮助 他可能坚持不到最后 经历过这样一次生死磨难 刚引发说 他会更加珍惜今后的生活 如果以后遇到别人有困 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 一方有难八方之远 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和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